以往人潮最多的基隆廟口夜市 现在整条空荡荡 不能营业 干脆趁这个空档修理管线 只是看着摊位空在那 顿时没收入的摊商们苦不堪言 家里的小孩子要养 比如他有劳保 有健保 甚至有保险 或许他有房租 你这通通加起的话 对一个一般的家庭来讲的话 这是很大的负担 这个要缴 那个也要缴 无法开源 节流又能撑多久 好不容易中央推出 纾图4.0 却看得到吃不到 因为他本身有摊主 摊主可能可以拿得到 就是说那我们承租人 不见得会拿得到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原因出在一个摊位 通常都是两方合租 分时段轮流使用 店主因为有登机挂名 必须要缴税 所以领补助没问题 但反观像店主承租了摊商 则因为没缴税 所以一分钱都领不到 除此之外 在马路中间的流动摊贩 同样无法领纾困补助 不少摊商感到无奈 希望标准能放宽 因为我们缴管理费 用管理费收据的方式 就是我们举证 我们是自营商的方式来去申请 有单据就能证明 自己是在这营业的商家 期望能拿到一样的补助 至于是不是要依缴税与否 当作补助的标准 恐怕还要进一步讨论 要怎么做才能符合法规 又不失去紓困的美意 都是考量重点 TVB的新闻 流星快张一科吉隆报道